一星期一本书 圈子不同不必强容的道理都懂 但逆想而行 起破头要强容的人却不在少数 曾看过一个叫做 我想和你做朋友的视频 为了交到朋友 故事的主人公做了很多改变和努力 拉长了自己的鼻子假装大象 无奈大象对他不理不睬 为了迎合小鸟 他强忍着吃了虫子 结果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 想要和路过的动物攀谈 他折断骨头 拉长了腿 却没有办法正常的走路 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都没有交到朋友 故事的最终 他想要和一个绝望的人交朋友 于是他模仿那个人 站在高楼上 一跃而下 看完短片 你是否觉得很心酸 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 总是傻傻地假装合群 去迎合模仿着他人 为了有公同的语言 就去买同样的东西 看同样的电视剧 为了不显得突兀 就假装认可大家的观点 不敢提出异议 为了求对他人的认可 就强迫自己 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可是 无论努力了多久 你还是难以融入别人的世界 于是 你终日自苦 但其实 你根本没有必要如此 有时候努力无效 或许是对象错了 如果努力很难 那就别努力了 如果注定得不到 那就 不必强求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 有自己的时区 其实走出这个圈子 和三观相同的人在一起 才不会累 生活最好的状态 无非 舒服而自 真正适合自己的 并不是那些 心里焦脆 都够不到的 真正好的感情 也并不是那些 费精心思 才能得以维护的 尝到了不合口味的菜 你可能不会再吃第二次 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 你或许明天就会换掉 剪了不好看的发型 你忍不了几天 就会重新换发型 可是 遇到了一段不合适的感情 却不能处理得那么干脆利落 人 往往容易在感情里 放糊涂 对感情执念较深 正如许多人 会将就一段 心里焦脆的感情 去迎合他 好一个 爱得深沉的人 武志宏 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女子非常爱劳工 爱到为她而活 为了讨好老公 可以做出一切改变 老公吃海鲜过敏 所以 她结婚以后 从未吃过海鲜 老公不喜欢她晚归 所以 她每天乖乖地 在晚上十一点前赶回家 她以为 凡事以丈夫为主 事事顺从 就可以守住丈夫的心 但是她错了 没有矛盾 因为讨好的婚姻 依旧没有顺利地走下去 后来 丈夫选择了和她离婚 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 丈夫 后来还是娶了一个 样样不如她的女人 有多少人 像这个女人一样 死心塌地地 为爱付出 总以为付出 就能守住感情 可是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 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不是每一次的付出 就能得偿所愿 你对一个对的人 付出一分 或许 她会还你一分 甚至是两分 可是 对一个错的人 付出一分 她可能还会继续 要求你的两分 甚至更多 最廉价的感情 无非是迷失了自己 一味地妥协和讨好 其实 无论亲情 友情 爱情 真正好的关系 是不必讨好的 需要用到 讨好两个字的关系 本身就是不对等的 不平等的关系 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爱你的人 不会舍得你受委屈 去讨好 不爱你的人 也不值得你去讨好 女生 别去爱一个 让你廉价的人 也别去讨好一个 不懂爱的人 乍见之欢 不如 九处不厌 一见钟情的短暂情愫 不如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相里的终身承诺 来得可靠 轰轰烈烈的感情 也比不上 产米油盐 吸水长流的感情 让人羡慕 顾成有首诗 意见很美 用于吸水长流的感情 也在贴切不过了 早餐 阳光照在草上 我们站着 扶着自己的门扇 门很低 但太阳是明亮的 草在挤它的种子 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 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我们站着 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好的感情 即使是寂寞无声 也胜过千言万语 最好的感情 连沉默都束缚 曾经被这样一张图片 感动了许久 在黄山绝顶 风雨飘摇 五贯中专心致志地在画画 妻子陪伴在一旁 默默地为她撑起了伞 静静地看眼前的风景 眼中有景 心中有情 即使你不言我不语 也没有半分尴尬 风雨同舟 同甘共苦 即使有再大的风浪 也不慌不乱 好的关系 有时候不需要甜言蜜语 来锦上添花 因为 有时候嘴巴不说话 眼睛也会说话 眼睛不说话 行为也会说话 五贯中和妻子的感情 就有着这样质朴的感动 晚年时 五贯中妻子患上老年痴呆症 总担心煤气没有关好 反反复复打开煤气 五贯中就跟在她身后 妻子每开一次 她就关一次 不厌其烦 詹蒂尼尔森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最适合的伴侣 就好像走进一座 你曾经住过的房子里 你认识那些家具 认识墙上的画 家上的书 抽屉里的东西 如果在这个房子里 你陷入黑暗 你也仍然能够 自如地四处行走 最好的感情也是如此 彼此熟悉 真实而自然 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又有彼此独立的时间和节奏 好的感情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不会难受 你唠叨的时候 它不嫌你烦 你忙的时候 它不觉得孤单 你沉默的时候 它不觉得尴尬 好的感情 在琐碎无趣的事情里 都能生出欢喜 与趣味来 一呼一吸 一草一木 一书一饭 都是舒服的感觉 现代人的崩溃是无声的 随意的一句话 都有可能成为 鸭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生活很苦 余生不长 和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 真的很重要 因为和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 好的生活会更好 坏的生活 有人诉说也不至于太坏 心中若有归处 也要何惧风雨中 没有归途 人 早有一个 可以卸下一切防备的地方 无论外面的世界 有多少的大雨磅礴 只要和那个 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 就能被治愈 孩子说 你来人间一趟 你要看看太阳 和你的心上人 一起走在街上 余生 愿你遇见一个 温暖如舟的人 愿 有人与你立黄昏 有人问你舟可温 好了 今天就陪你到这儿了 喜欢我们的分享 也请在文末点赞 互主 转发到朋友圈 我是傅小米 想要跟我取得更多互动 你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 直接搜索 傅小米的全篇 加上数字 222 就能找到我 晚安 我到了这个时候 还是一样 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飞翔 我不敢想的太多 因为我一个人 你会不会看我 隐蔽 而来的雨光 拉长声音 漫无目的地 就在冷冷的街 我没有你的消息 因为我才想你 爱我别臭 爱我别臭 如果你说 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再给我一点温柔 我到了这个时候 还是一样 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响 我不敢想的太多 因为我一个人 迎面人来的月光 拉长声音 漫无目的地 就在冷冷的街 我没有你的消息 我没有你的消息 因为我在想你 爱我别臭 如果你说 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再给我一点温柔 爱我别臭 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 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再给我一点温柔 再给我一点温柔 爱我 爱我别臭 如果你说 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你不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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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爱我